那么下面我想呢 把这个问题的视野放得更宽 我们看一看东西方 在这个很多问题上 是存在了一些什么样的差异 这些差异怎么样引起到 影响到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交往 那么这个人类在这个发展历史过程当中 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就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性 发展的不平衡 那么这种不平衡性 就决定了各个国家 他的生产力水平 社会制度 是吧 这个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 方方面面都会不一样 有的发展的快一些 有的发展的慢一些 它是具有这个不平衡性的 那么这种不平衡性 导致了他们 很多问题上是具有差异性的 他们认识不可能完全一样 对问什么问题的认识完全一样 价值观念完全一样 生活这个这个习俗完全一样 是吧 生产力水平完全一样 它不可能是吧 它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的 那么在17世纪以前 东西方国家之间 这种差异是很大的 那么因此 人们可以把17世纪之前的 东方和西方 看成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就是很多问题都是差异 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西方各个国家的政治啊 经济啊文化呀 什么习俗啊等等 他们呢 基本上是以古希腊 古罗马 是吧 以及欧美各个国家的 这种历史的因素 作为一个基本主干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 古罗马 古希腊 是吧 欧美国家的 它的历史发展的一些因素 是以这个为主干 而东方国家 则是以什么呢 以古中国 古巴比伦 古印度 是吧 是以这些东方国家的 这种历史因素 作为它的一个 历史核心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 卡托尔的东西方 东西方国家 是吧 它的人种 是不一样的 生存的地理环境 是不一样的 他们生活的这种文化环境 也是不一样的 那就说 东西方存在着 人种或者种族 地理环境 人文环境 文化环境 它是截然不同的 存在着很大差异 我们首先看一看 是吧 就是东西方啊 这个不同的人种的差异 那么在这地方 我强调 人种不同 没有任何一个意思 讲哪个民族 是吧 更优劣 哪个民 哪个民族更 这个这个这个 优异 哪个民族 是属于略等民族 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讲什么呢 不同种族的人 它会导致 他们的这个生理 心理条件的不同 是吧 生理 心理条件的不同 也会导致 它的行为方式的差异 那么当然 这种差异 它不是特别大 更不是 不可以改变 那但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人种 它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在行 行为做事的时候 它是有所不同的 东西方 人种的不同 这是这一点 我们是要看到的 它确实实 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东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 是不同的 那么特别是 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 他们的地理环境 和中国的地理环境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存在什么差异 我们只要看一看 世界地图 我们就会发现 古希腊古罗马这个地区 它的地域是比较狭长 狭窄 大多是一些多山地带 地域比较狭窄 多山 那么这种地理环境 就决定着这些国家 它在政治体制上 它是采取什么呢 是采取一种 松散的联邦形式 松散联邦形式 那么他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表现出了很大的流动性 那么更多呢 它是一些商业的 商贸的一种性质 非常非常明显 流动性 到各个地方去经商 做买卖 那么也说 这些人 由于他的地理环境 比较狭窄 是吧 他就带有着比较强烈的 要向外发展的 这么一种思想倾向 地方小 要向外发展 就有这么一种迫切的要求 那么或者说 他们更富于一种冒险精神 更富于一种冒险的精神 那么在谈到 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时候 是吧 西方国家的人 更强调的是 人们怎么样去适应 甚至是怎么样去改造自然 这是他所生活的环境 决定了他要有这么一种 种族心理 或者人种的 民族的一种心理 那么而东方人 那么特别是中国人 那么和西方人 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呢 中国人 他的这个文化的发芸地 是在黄河 长江流域 是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地势平坦 雨量 很这个充沛 是吧 那么地域很辽阔 那么你说 中国人 他有一个 是吧 自我回旋的这么一个余地 他的发展空间很大 是吧 那么因此 他所采取的呢 是大一统的 是吧 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国家 国家形式 大一统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 他不是松散的联邦 那么他的这个生产生活方式 主要是表现为呢 比较稳定的自然经济 农业经济 因为什么 地势很平坦 气候温和 雨量丰沛 对吧 适合于搞农业 他会定居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这种地理条件 决定了中国人 他的生活理念 就变出了比较浓厚的 一种安土 安土种籤的色彩 就是不愿意随便 去搬籤 因为 为什么呢 他在这个地方 居住已经很好了 生活很安定 那么也说 东方人 或者说中国人 容易带有比较强烈的 一种满足感和稳定性 他满足了 满足之后 他是不愿意再向外发展 那么因此 东方人 中国人 与西方的一些国家的人民相比较 具有比较明显的一种保守性 他向外扩展的那种愿望 不是很迫切 那么在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问题上 中国人也强调 人定胜天 是吧 也讲这种奋斗精神 但是我认为更突出 更本质的 是什么呢 是人们追求 是吧 把自己融入到自然当中去的 这么一种理想 那么更多的 他是讲 是不与天真 不与天斗的 他是要去顺应这种自然 有时候中国人 还是带有一定的那种保守性 这是说 地理环境的不同 导致了东西方人 一些行为思 这个行为思维方式的不同 那么这个再第三点 就是东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 东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 那么东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 也是有它的这个历史根源的 那么西方文化 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呈现出了历史的多变性 多样性 多变性多样性 什么意思 就是西方国家之间 各国家之间 他们的一些文化 是互相吸纳 互相融合 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 潜有力的一个文化主干 是吧 他说横向的这种结合比较多 一个还非常明显的 一个文化主干 数的一个 这么一个文化主干 那么不明显 古希腊古罗马 有过非常光辉的 这古代文明 那么但是它没有 是吧 能够完整的延续下来 一直流传到 是吧 这种近代 它中间出现了断层 那么中国则不一样 那么中国5000年以来 特别是有文字的 2000年以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 始终是什么呢 是在不断的吸取 不断的同化着 其他的外来的意志文化 吸收外来的文化 吸收他们的精华 是吧 那么这样呢 就在吸收意志文化的同时 丰富发展着 自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那么因此 中华民族的文化 可以说 是吧 是有一条非常明显的一条主干 一脉相承 延绵不断 就是从古代 一直到近代到现代 一直这样流传下来了 没有发生文化断层 那么也是说 中国文化 有一条非常明显的 一个文化主干 那么它一直是一种呢 先进的强势文化 在向外辐射 它产生了重大的这种影响 那么它的影响 到什么地方呢 影响到 当时的人类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所能够波及到的 一切地区 只要 人类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能够波及到的地方 那么中国这种强大的文化 都是有重要影响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持续了 数千年之久的 一个文化主干 我们中国 有这么一个文化主干 那么这个文化主干 很明显 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的 一个重要纽带 和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一个民族要存在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文化主干 来做一个重要的纽带 把所有的中国人 联系在一起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一个西方学者 对吧 那么也看到这一点 也承认这一点 有个西方的一个博物学家 叫做欧人西蒙 他讲 他说我们这些现代国家 对于古人只有庞系继承 我们这些 近现代国家 是指的西方那些 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于古代 只有庞系继承 不像中国那样 直系继承 直系的 他是庞系的 他是不像中国那样 直系继承 一代一代的传习下来 他说呢 正是其最突出的特征 或许也正是其 永久延续之谜的答案 正是中国有一个明显的 这么一个主干 他不断的进行 纵向的继承 是吧 所以说呢 这是中国 是吧 这种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 这种延续不断的 知谜的一个答案 就讲到东西方 他这种文化主干是不同的 那么东西方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 是吧 那么就决定了 东方和西方人 是吧 心理定势的这种差异 思维定势的差异 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 那么这个人们的思维定势 是吧 或者说心理定势 一旦形成 那么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沉淀性 就是这种思想啊 一层一层的沉淀积累 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沉淀性 稳定性 稳定 很少变化 还会表现出它的持续性 不间断 是吧 还有它的民族性 就是自己的这种民族特色 那么这种心理定势的这种差异 思维定势的差异 价值观念的差异 那么在东西方国家 还没有经过平等的 双向交流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种差异 表现的就更加明显 然后它没有一个交流 互相融合 然后这个时候这种差异 表现就更加明显 甚至是带有非常强烈的 一种排他性 排斥其他的这种思想观念 或者思维方式 那么近代以来 有三个因素 影响着东西方 这种差异迅速的消除 有三个因素 使得东西方这种差异 很难很快把它消除掉 那么首先一个 就是东西方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 那么这种差异 对于东西方的交流是一种障碍 东西方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 语言文字的差异 并不仅仅是妨碍的东西方 两方面的人进行语言交流 进行思想交流 进行互相认知 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语言交流不够 会产生误会 也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不能够很好的交流 彼此产生一种陌生感 隔膜感 不仅仅是这样 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呢 或者说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语言障碍 它会影响到相互之间那种信任和认同 语言不同 会影响到相互之间那种信任 影响到这种认同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非我足类其心必义 那么假话都跟我们不一样 那它就不是我们这圈子里的人 不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人 就很难有一种 这种思想上的心理上的 或者价值观念方面的一种认同 那么无论这个学者们怎么样去定义民族 民族是什么 这学者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有一点 所有的学者都是承认的 就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什么呢 它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字 一个民族怎么样构成一个民族了 它有很多特征 有很多这种因素 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共同的语言文字 那么当东西方开始慢慢接触的时候 那么到了16世纪17世纪 东西方那么开始接触了 频繁接触了 那么东西方的这些国家的人民 对于语言文字它的重要性 是吧 怎么样是消除这些两个方面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或者产生一个时间差 一个就是西方人 首先认识到了 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差异 对于他们是吧 发展商贸 扩大殖民地的那种影响 他们更少的注意了解西方的语言文字 是吧 从重要性上 他比东方人也更加了解到 认识到这个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因此这个西方的 来到东方的 无论是商人 无论是传教士 是吧 他们都非常重视 去搜集东方国家的 是吧 这种各种情报 是吧 了解东方国家的语言文字 而东方国家的人民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就相对的比较迟缓 或说没有认识到 了解西方文字 了解西方语言 对于维护本国的什么安全 对于本国的发展进步 有些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东方国家 这些人民 对于语言文字的问题 的这个认识 比西方国家 那么要晚一些 那么他是有这么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应该承认 17世纪到18世纪 在这个期间 那么清政府 在对外认识上 在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方面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 那么对于外交礼仪问题 有很多错误的认识 那么这些 对于外交礼仪认识的错误 对于世界各国的 这种理解的上的局限 与他们 因为语言的障碍 而对西方缺乏一种清晰的了解 应该说他有着直接关系 当然不只是这样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 政治上的一些因素 是吧 这个社会价值方面的因素 那么但是也有一个因素 就是由于不了解西方的 这种语言文字 影响到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 这种迅速的这种认知 那么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当然我在这里讲 东西方这种差距 这种差距 它的消除 第一个障碍 就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这种差异 这种障碍 那么应该讲 这种障碍 应该说呢 是东西方最容易克服的一种障碍 比如说语言文字 是吧 就说去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 外国学习东方的语言文字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是最容易被东西方 是吧 来解决和克服的这种障碍 那么因此 东西方在接触知识 那么都力图 尽快的去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字 是吧 我们讲西方国家是这样 他们的商人 川教士来中国 是吧 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 那么清政府 在鸦片战争之后 被迫对外开放 同外国发生联系 是吧 那么他也要了解 外国的语言文字 最初是吧 同外国接触 是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广东的一些通识 所谓通识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翻译 由他们做中介 和外国进行交涉 外国的有些什么文书 也要通过他们做翻译 那么后来清政府 又成立了 这个这个 一些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 一些学校 是吧 那么开始 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 那么这一点 我们讲 这是影响到东西方 消除障碍的 这么一个 最初层次的这么一个障碍 那么这个障碍 首先被东西方人民 是吧 把它化解了 这个为以后 东西方这种交流 那么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条件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语言文字方面的这种差异 我们下次课呢 我们接着再讲 这种心理定视 和思维定视 对于东西方 相互了解 它的那种障碍作用 应该怎么去消除 这种差异 我们下次再讲 另外一个问题 事项目 酱目 如 谢谢大家